六点多了,终于开到大理了 哇,大理的这个蓝天白云啊,太漂亮了 六点多先去干饭,吃个团餐 然后吃完饭去逛大理古城 吃饭的院子好漂亮啊,鲜花盛开的 到这里面干饭,环境是还挺不错的 做两桌 这上菜速度真快啊,一瞬间上棋了 简简单单,吃一点晚饭 汽锅鸡,炒肉,豆腐,一个糖 那个是木耳,这个是土豆片 梅菜扣肉,鸭子,肉蒸蛋 这个是零食 最中间是鸡肉,鱼肉米线 然后还有米饭 这个是云南特色啊 要喝点这个鸡汤的 这个是汽锅鸡 别的地方没有的 跟他这锅都不一样,中间有个小孔 还是又加了一个油麦菜,一个铁板鸡肉 还是挺分身的吧 完餐嘛,就简单吃一点 吃完饭,我们去逛大理古城了 从这个红龙井的大门进去啊 大理断市,进去看看 而且这古城的后面就是那个苍山 看那个山顶上现在云雾缭绕的 估计在下雨呢吧 这就是大理古城啊 古城的中央是有这个水流的 这个是苍山上面流下来的水啊 特别的凉快 苍山在冬天时候,那山顶上还有雪呢 你站这要干啥 站那么高 这古城里面挺漂亮的 很文艺的感觉 大理是做的白族人啊 这个是白族的渣染 这个是用板蓝根染的 用那个盐浸泡,然后染的那个颜色 很挺漂亮的,挺素雅的感觉啊 这条街的夜景好漂亮啊 这些灯光都打开了 老优说这个是大理古城的酒吧一条街啊 最热闹的地方 这两边都是各种小酒吧助唱歌手 小胖唱歌也很好听的 你可以去当助唱歌手 可以啊,在这赚一笔外快再走 这马路两边全都是各种酒吧 哎呀,灯红酒绿啊 还有美女在这里跳舞呢 导游给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就解散了 自由活动两个小时 正好来一个夜游大理古城 出发 这个是大理古城的最中心嘛 这个楼看到真棒啊,这个夜景 再往前面走就到洋人街了 哎,你等会我问问 我们到这个街上随便溜达溜达吧 这两边都是各种的店铺 这边是卖鲜花饼的 这边有一个卖乳扇的 乳扇是什么呢? 还没有吃过 这个就是烤乳扇啊 现在就小的吗 挤上这个牛奶 这个面皮也是用牛奶做的 然后刷上这个酱 然后卷起来吃的 有分的地方里头那个肥吃过 有一肥吃过 所以挺有名的 买这个的人还挺多 还需要排队呢 看,这小吃摊上全是人 等了十分钟终于吃到这个烤乳蒜了 奶香浓郁啊 它很像就是内蒙古的那种奶豆腐 哦 用奶制品的嘛 嗯 吃的惯吗 我可以吃的惯 这条街上好多卖鲜花饼的 还有卖那个咖啡的 走进去看看这个鲜花饼好不好吃 他这有好几种口味呢 4块钱一个啊 我们每样都来一个尝一下 来 买了几个尝一尝 咬开看看 这个是什么的呀 反正站在他那个门口 就闻着店里面特别的香 都是鲜花的香 你看这里面是鲜花吗 人家鲜花饼很有名的 很酥 来再尝一个 嗯 这个是玫瑰的 还有玫瑰的花 花瓣 这个好吃吗 很香淡淡的味道 不是很甜 而且他这个咬起来特别的酥 嗯软软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 哎呀这个店里面全是卖火腿呢 你看这上面吊的全都是火腿呀 直接一个大肘子就吊在这里了 哦可以生吃的火腿 呃云南是那个鲜薇火腿比较有名啊 这边是做菜炒菜炒炒奶 这么大的大肘子 夹在这架子上这样一片一片的切的 来来来随便炒随便炒啊 这么大一个肘子能切好多呢 这里还有一个机器人做奶茶做冰淇淋的呢 让他给做一个奶茶吧 我们点了一个奶茶 看看他怎么怎么点的 哦他就是一个机器手臂 先取了杯子啊 然后到这个奶茶机上面接奶茶 他把这个机器人做成人的形状了 上面是这个白竹的这个头饰啊 哦他做好了以后放在这个杯子上 我去这就是芒果汁 12块8一杯 我感觉这个是纯纯的智商税啊 我说谢谢你 凉的还是热的凉的 12块8一杯呢 智商税啊 给大家鉴别一下就是糖精勾兑的 没必要好吧 不知不觉我们就走到大理古城的正门了 这就是天龙八部里面的大理古城啊 大理断室 旁边就是樱花 正盛开的呢 晚上看不清楚了 这个夜景相当的美 好这个现在开始下雨了 我们要回去了啊 带大家看看呃 今天晚上住的酒店怎么样 走 哎呀晚上10点多了 终于到酒店了啊 今天是整整的玩了一天时间了 今天住这个格林东方酒店 看看房间设施怎么样的 看看房间里面 哇宽敞明亮啊 整体是这个啊 装修还不错呢 我感觉 但是为什么有三张床呢 我们两个人住三个床啊 小胖 你一个人住两个床好吗 太奢侈了 哈哈哈哈 这边是淋浴间 旁边是 呃 马桶 这边是这个洗漱的 这里是换衣镜 啊 整体还不错呢 房间挺宽敞的 然后灯光也明亮啊 这个外面是一个停车厂 啊 我们大把车就停在那里 赶紧把手机充电宝都充上电啊 那个拍了一天视频 呃 都没有电了 小胖 你可以休息了 但是我还要工作呢 加油 老板 我还要把今天拍的视频都剪出来 嗯 好苦逼啊 呃 出来做旅游自备媒体好辛苦啊 都晚上这么晚了 我还要工作 所以我要泡个脚休息了 老板 哈哈 好羡慕你啊 你都可以睡觉了 是的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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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